今天我们扯一点鲜皮 我们来聊一下喜剧 各位都知道了为什么要聊喜剧呢 之前聊的年三十 收视率最高晚会的那期节目 给我下架了 就可怜我这一段娇花 那么其实除去那些 我戳破不能明说的玩意儿 年三十晚会语言类节目 难也不是不能聊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过度解读一下 语言类节目为什么不行呢 再次声明 本期节目具体内容具体分析 不上升到任何明星个人社会团体 措子里拔不出将军 首先各位觉得今年年三十 语言类节目真的好笑吗 显然如果你说好笑的 你肯定是生活的很艰难 为什么呢 因为你笑点低到这份上了 估计谁只要一开口就能把你笑死 对不对 语言捧出来了 你看他那样 你看他变了个烧鸡 他笑了 对吧 就能健康的活下去都很艰难 动不动就笑尿了 你还指望他有啥要求呢 当然了这个复杂的社会能开心的一笑 确实也挺令人羡慕的 但是说实话 今年的语言类我真的没有笑出来 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了 对不对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像我一样的 其实很注重他们在表演 在讲的这个故事的逻辑性 就感觉如果这个本子毫无逻辑性的话 它就没有说服力 你比方说最典型的 现在好多小品 是在讲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 又往往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就看得人云里雾里 就是因为没有逻辑性 所以很多包袱 你就看起来很尬 对是状态 对没错 拿手你就指他 你就捂他嘴 你弹他脑瓜瓶 好很好 特别好 完全用不了 就把你双手按在地上 疯狂的摩擦你 却不给你的那关键一下 就让你想有这个感觉 就差得离门一脚 而且现在又是什么样的 又是大量的正剧演员 跳槽进喜剧行业 你本身就没有什么喜剧才华 再加上毫无说服性的本子 尴尬加尴尬 好家伙 雷迪嘎尬呀 这里就拿今年的这个初见照相馆 再来说一下 没错 因为那期节目没了 我们就只能再重新说一下 这个作品的问题 说实话 这个本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说服力 是不是 它的故事逻辑架构是有问题的 你想 如果说两个人真的因为生活琐事的积累 从而矛盾激化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时候 怎么可能仅仅就靠着撞山等等 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方式 就稀里糊涂地把问题矛盾都解决了呢 而青年小夫妻对爱情的笃定 如果说你要赞美的话 怎么可能稀里糊涂地吵架又稀里糊涂地和好了呢 整个作品都是重现一股稀里糊涂地出现现实问题 又稀里糊涂地粗糙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只能说明创作者的水平是真的很低啊 就感觉他们去搜了几个夫妻生活矛盾的话题 然后根据这些话题又写出了一个看似是生活化的剧本 却因为他们没有对生活的感悟 于是处理不好结尾 所以他们就写出了一个本子 连自己都无法说服 更别指望他们能在年三十晚会上去说服亿万观众啊 如果真的能成的话 这小品那才真叫见了鬼了呢 接近顶点的男人沈腾 什么是成功的喜剧啊 他就像一个深谙话术之道的人在那跟你聊天 把你带入到他所设置的故事逻辑中 让你不自觉的就认为 他的包裹虽然天马行空的 但是并没有跳出他这个主题的故事逻辑 东一郎头西一棒子毫无章法的作品 那就会给人很尬的感觉 这就是二戏中为什么一些作品 看起来不搞笑又很尬 哪怕是这些人在魅力的表演 就会给你一种 他只是在用力过猛的通过他自己的表演 在跟你们表达他很想火的急切欲望而已 俗称 跳戏了 观众进步绝语 你再投入也就仅值一张纸巾而已 我好像说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相反的我最近在看赵本山的小品 宋小宝的小品 沈童的小品还有陈佩思的小品 他们的故事逻辑性其实是很强的 尤其是本山大叔和沈童的本子很严谨啊 我们就举例来说啊 沈童的成名作 今天的幸福 这个小品概括就是 老婆有产前综合症 丈夫请自己的好兄弟 来假扮未来穿越而来的孩子 最后被识破的故事 按照今天主流的写作手法 高大上的处理写法 这里是应该涉及留下一个悬念 先让夫妻上场说话之后 好剑从电视机里突然冲出来 说自己是未来的儿子 留下悬念 最后被揭穿谎言 被识破 是吧 有点高级吧 但是 开心麻瓜 为了能让观众更快的进入作品的故事逻辑中 尽可能的减少观众对于故事的其他影响喜剧效果的因素 选择了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底给观众亮了 让观众带有上帝视角来看着一个故事 所以一路看下来故事就很流畅啊 观众也可以尽情的享受他们精心设计的包袱 而不用被其他因素所分神 所以你说麻花团队不会设置悬念的手法吗 你看过《欢乐喜剧人》的都知道 他们不但会 而且炉火纯青 那为什么不用 因为具体场合具体要求有不同的诉求 《欢乐喜剧人》是神童想要摆脱好剑的影子 所以他可以通过不停的变换风格来达到目的 而年三十晚会的时候是麻花的成名之战 搞笑是主要的目的 所以就像我们说话一样 不同的场合说什么不同的话 其实就是看他的主要目的 主要诉求是什么 喜剧之王赵本山 而我们现在看小品王赵本山的代表作 卖拐 是郭玉玲我个人认为 看似离谱的剧情 其实里面的忽悠的话术 完全就是现实中的营销学喜剧夸张版 如果你也干过类似于营销岗位的话 你就一定会对本山大树的画术体系 营销套路不陌生 小时候我看就图一的 真好笑 而当我在银行卖了很多年的产品之后 有了一定的营销经验 再来看这个作品 这不就是我每天在干的事情吗 以至于卖拐这个作品 我越看我就越感觉到编剧的厉害之处 他真的很爹地气啊 老赵的小品王真的是当之无愧 今天我们又要化身为青小生 为大家解读一下这部作品 实际上麦拐这个故事 你别看它只有十分钟 其实它是分为明暗线的 它明面上讲述了一个 奸商通过话术逻辑陷阱的套路 将一个老实人给忽悠瘸了 而埋藏在明线后面的背后的暗线 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事件 我们这里先卖个关子 制造一个悬念 到了节目的最后 我再给大家点破这个点 听完了你一定会像尾样 对当年的赵本山团队 以及春晚团队肃然其境 首先麦拐归根结底 是一个有买卖关系构成的小品 首先拐是什么 拐代表的就是非必需品 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 拐的作用只能是增加生活情绪的物品 可是对于残疾人来说 是生活的必需品 而大估佑却把一个非必需品 卖给了一个健康的人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销售的逻辑 以下内容可能会有些枯燥 但是想要学习营销话术的小伙伴 可以听听 谁还不想当个销官了 对不对 挣钱 数票他不开心吗 首先我觉得营销其实就是分为三步 找出客户的价值观 打碎原有的价值观 植入新的价值观 这其实就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从一开始卖拐结构 跟今天的幸福一样 上来就表明 本山的身份是奸商 从这往后 营销的套路就来了 首先就是很传统的吸引眼球 以高秀敏的拐拉拐拉 到拐卖拐卖 成功引起了客户的注意力 只有先跟客户交谈住 你才有可能继续营销你的产品 成功的搭讪是成交的前提 你不能上来催人一脸唾沫 然后躺在地上要钱的 那是诈骗 是碰瓷 吸引到了客户之后 开始刚才三个步骤 先找出客户的价值观 赵本山是怎么做的呢 他不是上来就跟范伟说 你有病 你腿有病 你早晚自过得 那样的话 只会招来范伟的铁爪工 对不对 而赵本山选择了 跟高秀里说话 递话给范伟 你走吧 我发现就是晚期 你走吧 我开始点问题 从而缓解矛盾的同时 也吸引住了范伟的注意力 这就是所谓的好奇陷阱 怎么回事呢 他说什么呢 有的时候 单刀直入 并不是最有效的营销方法 甚至单刀直入 由于太过直接 反而会引起客户的反感 我看你有病 我得给你治病 这还没等说完前半句呢 人家提的刀就上来了 而范伟好奇于 本山的满嘴跑火车 尤其是凭借着本山的阅历 判断出范伟的职业 这里赵本山选择了排除法 虽然是搞笑版的 但是第一时间 第一选项 就排除了老板这个身份 从而确定厨师的身份 这就跟少包李包装猜白子 反而先猜黑子 是一样的道理 先排除一个错误选项 范伟精取于本山的能力 于是便说出了自己的价值观 我没有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怎么不知道我有病啊 这就是套出了一个简单的价值观 范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笃定 那知道了范伟的思维逻辑认定 这本山遍开始打破范伟的认知 范伟跺脚 通过前期铺垫 加速实验 让范伟暂时忘掉你跺你也麻的这个常识 然后通过潜意识引导 影响了范伟的走私 最后通过编造故事 让范伟相信自己腿有问题的原因 当范伟原有价值体系被打破的时候 趁机灌输新的价值观 这就是营销成功的前兆 把我没病不需要用拐 变成了我有病我离开拐不行 并反复强调拐的重要性 最终说服范伟成功卖拐 并获得了范伟的幸福 以至于高秀敏的善意之言 会被认为是想打破新的价值观的恶言 为什么高秀敏无法说服范伟呢 是因为他没有铺垫呀 没有去打破范伟的认知逻辑 而强行给范伟灌输 赵本山是骗你的 这一个新的观点 导致了范伟不会去相信 各位我们看到了目前太多不合理的作品之后 回头再来看麦拐这个只有十分钟的小品 是不是更加折服于他合理的逻辑架构呢 很顺对不对 所以笑点自然 如果是现在一定会变成了 哎呀你腿不好 要不要试试我家的金克拉罕片 对不对 网络烂梗加上夸张的演技 毫无章法 而说实话 说服他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相比于喜剧化处理的卖拐 普通人在生活中想要真正的说服他人 这太难了对不对 你不能逮这个人就叫他没事走两步 没事走两步 于是咱们只能通过学习中汲取知识 再运用到实践当中 最近我因为嘴笨啊 所以就在学习一些话术 争取早日脱单 成功赢取白富美 不行老富婆也行 给我俩大尔瓜子 喂海斩的那种 那么什么是说服呢 说服其实就是一种非强迫的方式 产生改变的过程 麦拐中的忽悠 其实就是说服的一种变体 当然呢 是比较负面的那种变体 举个现实点的例子 现在咱就业压力这么大 我们在面临面试的时候 怎么说服面试官能录用你 对不对 你肯定不能用筛访卡吧 那也太疼了是不是 所以 面试的过程就是说服的过程 当你在工作中说服你的老板时 如何能做到完美没有副作用的 阐述自己的想法和理念 避免出现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这种尴尬的霸道总裁风 这就是说服的技巧 所以在社会生活活动中 说服其实是一种必备技能 怎么去说服别人呢 这里我真的是现学现卖了 我还没学完这个课呢 学中老师的团队每周一到周五都会开始课程 也就是说 无论你什么时候点开我的这期视频 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 他们就会给你安排上课 所以我的朋友们呢 祝大家可以在表达课堂中 汲取到自己想要的相关表达知识 那么我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些想谈恋爱的小朋友们懂吧 好了啊 最后说一次 通过评论置顶链接 就可以获得免费的黄老师亲自讲的表达公开课了 卖拐背后的秘密 最最后 我还是想说点干货 有关于卖拐的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 刚才我们说了 卖拐是一个明面意义上的营销成功的小品 其实更深层次的是卖拐背后的故事 你是否曾经听过专家学者们说过 说赵本山的小品是骑士讽刺参集人 说卖拐的成功 只能为赵本山所饰演的奸商群体摇旗呐喊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专家不放点什么气 那就不能叫专家了 实际上卖拐这个作品是用来反对卸脚 揭露奸商骗局的小品 而且这一说法得到了人民日报 检查日报 健康日报 以及人民网 新华网等多家媒体的肯定 当时主流媒体对待卖拐的态度 与专家们是大相径庭的 那卖拐说是反对奸商的作品也就罢了 大家都知道 那为什么又说他是反对卸脚呢 这里就得说到1999年 以以某的奇人奇事 李大师制关节炎和锣锅子 他叫人用力剁脚 使劲剁脚 结果人剁了 结果人庙还没治好 恼羞愁怒的李大师 对着助手就无能狂怒 你怎么不来碰我呢 而这一段就是卖拐中 范尾剁脚的来源 起来 好 妈妈 麻了 他叫麻了你 你对了你也麻 何庆逵写这一段 其用意之深远 用笔之狠辣 手段之高明 目的之胆大 讽刺力度之强 通过人物演绎 揭露了卸脚组织的欺骗性 着实是当下小品闹剧们 无法比喻的存在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 由于何庆逵包装的太过隐蔽 导致了当时的那些 艺术家和专家们并没有看出来 只到说是这个小品 是讽刺农民和残疾人 他们看不出来 但是大洋彼岸的蟹脚 倒是看明白了 直接就明说 你们这些在学我呀 尤其是辽牛年三十晚会版本的卖车 本身那一句 这纸上给他个汽油桶 能把自己给点了 这不就是直接点牛乳骂卸脚了吗 所以一个卖拐 让社会各阶层的人都现了原形 真可谓是一场名利场现行进 只可惜专家因为知识的匮乏 只能倒是讽刺挖苦残疾人 哪个时代的专家其实都一样 而本山大叔因为卖拐三部曲 当时也承受了不少压力 当时作品一经问世 那几年外网全是某些成员的无能袍怒黑赵本山 我们看到有关于赵本山的一些话题也是那几年出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是本山大叔是小品王是东北王 其实那些年的本山大叔有事 他是真敢上啊 所以在此 我以崇高的敬意向年三十舞台 奉献神级作品敢说敢演的本山团队表示敬意 向当时敢于通过这样优秀作品的年三十导演组表示敬意 正因为他们的齐心协力才有了这中国小品界的一块难得的瑰宝 只可惜像这样的作品 我看以后也不会出现 三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对了 再提一下 点击评论区置顶连接我们客项座同学啊 但是我要当大班长 我们下期再见